好 歡迎回來 這段加入我們的是 日生頭鍋總經理秀麗 秀麗姐 晚安 秀麗 大家晚安 秀麗姐 來幫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盤 今天的盤 其實早盤有一點壓下來 然後馬上彈上去好硬 而且最後收最高 它昨天只差6點 很厲害 9284 今天漲49點 量的部分有點小 600多億 外資間買47.6億 然後投信這個算 小麥 小麥槽一點點 好 但是期貨的部分 它又靠了5000多口回來了 所以現在未平倉 又接近8萬口了 秀麗姐 怎麼看 接下來的走勢呢 我們再看價 我們先看美股 我們今天特別幫大家 準備美股 因為今天我其實盤中 聽到很多的分析專家 在講那個沒有量 所以說走不遠 沒量走不遠 大家都這樣說 我們來看 秀麗姐 幫我們看一下 你知道美股也沒量 這個是我們幫大家找的資料 華爾街一樣沒有量 他們的股權交易的收入 那包括什麼呢 包括像發行股票 上市公司的股票的銷售 發行可轉債等等 簡單來講 就是他們的散戶 其實好像也都在觀望 美股對不對 這個是1995年41億 這是把通膨都全部算回去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 那個什麼有通膨 沒有 2000年的時候有127億 這就是現在最新的數字 37億 有人說這叫做 倒退20年的一個成交量 他們的股權的交易收入 所以秀麗姐幫我們來看看 人家美股照樣是沒有量 照樣一直在往上走 創新高 這是什麼樣的現象 地球是平的 好像大家都在複製一樣的現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這個量少了 但是可以看到 它還是漲了5.6% NASDAE漲了6.6% 其實今年要叫它 給疫苗的 不是納斯達克 也不是道琼 其實是廢城半導體 所以這樣子連結 大家也不會覺得說 台積電這樣子的漲法 有點失格 其實一點都不會失格 全球都在刮起半導體風潮 那我們看到台積電到187.5 呼應的廢城半導體 大家可以看一看 廢半的一個走勢 其實台穀跟廢半的走勢 也非常的像 台穀反而不像道琼 也不像SNP500 為什麼會像它 因為他們都是在這一段時間 拉回之後 可以創新高的指數 能夠創新高的指數裡面 廢半 台灣 在今年的累積漲幅 都是相對驚人的 我們再回頭來看 剛剛那個重點裡面 為什麼地球會變平的 大家都一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這個37億的數字 背後的因素是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太便宜的利率了 低利時代 這些企業要募資 要找這種股權 可必發股票呢 滿馬路都可以接到便宜的錢 對 有這樣的一個環境 跟背景的情況之下 當然也會限制這樣的一個表現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它不需要透過這樣的方式 它可能還有更多像企業併購 能夠壯大自己 讓自己成長得更大 所以如果我們去統計 企業併購的加速跟數量的話 其實那個金額 還是能夠維持一定的熱度 我們再回頭看到剛剛第一個 你講今天的行情的時候 其實我有幾個重點 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在這個 盡多的部位的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特別注意到 這個最高的水位是多少 9萬口 達到了7萬多口 對不對 慢慢的一個不小心又增加了 它的一個重點在哪裡 當指數昨天已經來到了 指數的今年的最高點9290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提醒大家 你覺得這個是最後的休止符嗎 看起來並不太像 為什麼 因為整個台股的周線 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做了一張周線圖 今天秀琪姐幫我們 要給大家看一個八周的周線 我剛才特別想說 為什麼要看八周的周線 秀琪姐來講講 八周的周線代表什麼意義 其實八周周線 就是這條紅色的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八周的周線裡面 你可以看到當它壓在八周周線之下的時候 是一個空頭的走勢 只要有機會能夠突破維持在八周周線之上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是一根紅棒 或者是一個短期的走勢 它可以延續至少四到五周以上 四到五周大概就有一個月以上的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段時間裡面 一直也都維持在八周周線 順著八周周線的人 這一波大概都是做多的 然後即便說壓回測試 曾經有一個禮拜跌破了八周周線 但是這個禮拜我們看到它又順勢的 站回八周周線 所以從八周周線來斷多空的話 目前還是維持在多方的一個姿態 當然第二個重點我們想要講的就是 不管指數這一波下跌2800點 或者是再修正了1200點 741點 我們現在大家已經看得出來 這個跌的收斂是越跌越少了 然後這一次又更短了 好 那這種修正的幅度跟空間 不需要那麼大的情況之下 是要醞釀這個10月11月的行情嗎 有沒有機會延續到整個第四季 我想第四季大家都知道 有Christmas的拉貨旺季效應 消費旺季 10月份大家很擔心的是 美國有三次總統大選的辯論 然後又有義大利公投 很擔心 其實公投 憲政公投 根本不叫做退歐公投 所以大家把跟退歐的議題 做了一些間接的聯想 我們其實會比較建議大家 整個10月份的行情 或許從美國股市來看 過去的經驗 只要是總統大選前一個月 因為他11月8號大選 前一個月因為有辯論 所以他的漲幅相對比較小 這是歷史經驗 但是到了11月的時候 通常歷史經驗 大選月一定都是大漲的行情 而且漲幅是比歷史的平均 還來得大 所以我們在相信 就是說整個10月到11月的行情 指數如果在這一波醞釀的 維持在八州州縣之上的 多方格局的話 還是值得大家來留意 但我也要附帶單數一個 就是這個禮拜因為多方的創高 所以大家很擔心的是指標的背離 這種背離 不管是量價的一個背離 或指標的一個背離 都告訴大家 並不是翻空 而是有可能修正 修正怕不怕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解釋了 越修越幅度是越小的 這種收斂的一個形態 我們當然也會期待 就是說整個指數的高點 不會只有比8871或8840 只漲一點點 這個部分裡面 我想大家可以持續的關注 10月份的行情裡面的重點 還有哪裡 我們看到 大家期待的是平蓋股 大家期待的是 跟費城半導體連結的 龍頭指標台積電 剛好大力光跟台積電 都在10月份要開法說會 這種重量級的法說會 如果再來說一說市場的景氣 還滿樂觀的 我想這個推動指數 推動大家買盤的意願 不只是之前唱獨角戲的外資 也有機會在這個部分 能夠獲得市場更多買盤資金的認同 我想這就是指數 在這個階段裡面 能夠守穩在9000點的一個原因 所以簡單來講 秀儀姐並不看淡接下來的行情 對不對 另外我們要請秀儀姐很快幫我們看 沒有什麼時間我們來看 借體作帳的高峰 其實我們從集團股看得出來 各個集團一直爭相在作帳 那你說那行情怎麼可能沒有 對不對 連大同集團都在作帳 那個大同 大家都對他很有成見 他就是每天長給你看 我每天盤中 每個人都說不要買大同 他每天就長給你看 鴻海集團像廣語真頂 華興集團 今天連華東都漲停板 神通集團這更不要說了對不對 從集團的狀況來看 秀儀姐可不可以簡單告訴大家 集團股作帳行情還可以期待嗎 我想節目製作單位真的是把 最標的股票通通都列舉出來了 而且這個題目 這個主題非常的重要 這個不只是季底的作帳高峰 這有機會延續到整個年中的 集團作帳行情 他們的重點在哪裡 因為我們說年中集團作帳行情 一定都是集團自己的資金在做 可是我們這次看到不一樣了 這一次我們相信 這叫做多元實力借利實力的概念 為什麼 大同這一波裡面買最多的 不是大家看不到的那一支 春江水奶鴨先知的大股東 而反而是外資 外資買了很多 我一直在理解一下 他到底為什麼買 買什麼呢 我後來看到了 我相信他買的是一個PB 其實外資不管是被動式操作 或者是主動式操作 想要找到一種Alpha型選股 就是說他可以賺到的是一個價差 而且那個是價值上面 經過他評價合理的一個數字 那我們可以看到 大同有這樣子從5塊多 一路漲到了8塊這樣的一個空間 我相信如果單純只是因為他低價 我覺得沒有那麼大的優異 但是重點是他低價是來自於 低的股價淨值比DPB 因為他的淨值還在10塊錢之上 可是股價在10塊錢之下 而且他當初在4塊多5塊的時候 大家狂買一直狂買 如果我們再搭配看一下外資的買賣 所以都是外資在買大同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在這一段時間 有大量的一個聚集的買盤 所以最後的這一段 拉長紅的這一段 也是治癒在盤中連線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不能買不敢買的時候 其實買的盤 這麼樣的聚集 他在買什麼 買的其實就是這一個重點 低的股價淨值比 對 我也去拉了很多 低股價淨值比 我發現其實這一段時間 都有這種特色 就是外資在做一個賣 對不對 難怪大家都說 怎麼會買大通 好 那鴻海 我們看到廣語跟珍鼎 都是最近廣語超標的 標到這個 大家想說天啊 你要漲到哪裡去 這兩檔其實也滿有趣的 從廣語來看 大家得到的訊息 一定都是看報紙的 對 廣語為什麼那麼強 他說我有下補單 可能接到下補單 其實我相信這個 除了下補單之外 應該還有更多來自於 比如說像有一段時間 很多大陸的台商 都有那個 簽長的補償 或者是有其他土地的一個收益 是不是也有一些 業外的韌列 我想這一些都是 大家可以持續期待的 一些重點故事 這個珍鼎又更特別 應該就是來自於瓶蓋骨 我相信這一波的瓶蓋骨 已經也不再只是 單單的讓 飢渴專美於錢 因為他要看可乘 看了覺得 怎麼自己沒有可乘的感覺 可是珍鼎的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其實也可以搭配來看 就是說 它能夠維持在季限之上 而且衝高到70塊8 其實不只是珍鼎 台郡 其實這段時間 也都是讓大家看到 沾上了蘋果光 真的是股下也沾光 好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回來 我們再請秀一姐 繼續來跟大家分享 幫忙回來 也能笑之吧 從小 我們的夢想者 爬得比別人更高 跑得比別人更快 跳得比別人更遠 有些事永遠不會改變 全方位SUV All New Vitara 超越野的極限 工作繁忙 饮食失常 张国舟 墙卫赛 婚礼采购周年欠来咯 准新人春台大目级 婚纱摄影 喜宾喜宴 婚戒小屋 人际品牌一折起 23到26世贸三馆 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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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卫赛 五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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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的世界欢庆公开发行 请管床店五八折回馈 美国原装西梦斯 月付1200 韩比楼专用床 月付1650 再加码 买上店送下店 快来黄的世界 台北连锁加盟站 知名品牌邀您创业 临元加盟当老板 创业论坛免费报名 9月23号到26号 世贸一管 掌握过9000点后的第四季行情 善用工具顺势操作 全面量化中建安与您有约 9月24号高雄斗六 9月25号台中台北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同一间饭店 同一个泳池 但却是不同的价格 难省为何不省呢 上TriVago比较看看 TriVago帮您从超过 250个定房网站上 比价超过100万间饭店 保证找到您理想的住宿 输入您想去的地方 TriVago立马就给您 划算的饭店优惠 找饭店 TriVago 顶级珠宝巡回站台北站 双百件百万迷品 亿元气标 9月24 25在神旺大饭店 大家轻松观看 就下载VTEC及时拍 I used to watch this perfect couple They were the embodiment of true love Do you know Megan Hipwell? She's gone missing 是证人还是犯人? You were seen in the area that night I went to visit my husband You mean your ex-husband? 挖掘真相还是掩盖真相? There's some time missing I need you to stay away 她究竟目睹了什么? What happened that night? 夜车上的女孩 10月7日一探究竟 好 来 我们请周一姐继续把我们的集团鼓 这个华兴集团跟神通集团 是的 当然大家看华东的部分 风草测试在这一段时间 当然也跟上了我们刚刚一路在讲的 非常慢的困体这么强 当然它也不会有太弱势的一个表现 性仓店特别有趣的地方 我们刚刚还聊到 日元强劲升值肥的台湾企业 这个部分里面其实就是在汇率上面 汇率大战的时候 因此而受汇的族群 我们除了看性仓店之外 包括像金山店 还有包括像甚至经济 或者台加塑 其实这一整个区块 最近的涨势其实都非常的凌厉 他们还可以延续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族群的效果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看 整体的资金是有具体的效果 一路往上涨 对 而且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在这段爆量的一个过程当中 整个整体上的一个表现 跟族群性的一个对照 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比如说像金山店 或者是看经济 甚至在这个时候 看3321的台加塑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都长得很像 都在这一段 连续的这两周当中 尤其是9月的一个表现 相当的强劲 9月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14号之前还有外资在卖钞 对不对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种都是可以出现 股价的一个急 我觉得这种都有一些 比价的一个效应 就是说当整个族群 都开始在拉伸的时候 当然台加塑还有瘦的一个条件 就OK 对不对 神通集团的神机跟华福 神机跟华福当然也都有分别 有些法人的一个报告 开始在提出 他今年的一个获利素质的成长 不过我们相信 在这个后续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表现上面 要特别注意 第三季的获利素质 是不是真的能够 像它年度预估的 这样的一个水准 是 好 非常谢谢兄弟姐 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集团股 最近都有一些的作战行情 这个兄弟姐说 可能会延续到整个 五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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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的世界欢庆公开发行 全晚床店五八折回馈 美国原装西梦斯 月付一千二 韩比楼专用床 月付一千六百五 再加码 买上店送一下店 快来黄的世界 室内装潢 品味家具 创意居家美学 就在台中世贸 Let's go 美好生活 最真实的幸福 白马丝砖 真材实料 Lotus 重新出发 中年庆 热卖中 哦 你热卖车也快 快点 我的骨质疏松 钙子流失 不头上 两脚手没力 那不太简单 吃台湘丸就好了 来这款年序 顾身体就是在顾隔壁 你说吃什么火 红鸡台湘丸 吃台湘丸就对了 料理要美味 也要健康